嗨老师,太神了 谢谢,谢谢秦老师的介绍 很荣幸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过去的一些实践的尝试 然后我们的主题实际上是关于那个实验教学的 然后这是摘要 大家的那个报告的那个会议的手册上都有 所以我就开始跳过了 但是英文版是没有的 所以可以看到英文版上实际上我画了一下关键词 一个是active learning 一个是那个scientific teaching 然后我们的课程目标是为了增加学生自主科研的那个自信心 然后以及他们的那个技能 然后这件事情发生在2014年的冬天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学院的院长说 我们需要对本科生的科研做一些调整 然后当时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发现我们在福淡大学那个本科生进来第一年是同时教育在福淡学院不归到学院里面的 然后我们在大一大二的暑假的时候招募学生进入我们的专业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就发现出现问题了 一个方面呢国家要求我们培养很高端的满足国家需求的人才 但是但是那个每一年这几过去几年发现学生都不想进生物科学的专业 然后这个时候就让我们很困惑 而我们大部分的老师的做科研又是需要我们那个博士生来完成的 所以一方面学生不肯进来 一方面我们又迫切地需要学生 这个矛盾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而另外一个矛盾是在学生的方面 学生实际上经过这么多年物质的发展 大家都很开就是信息很畅通 都知道来做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可以看到他们觉得科学家很苦 然后而另外一个方面在高中的应试教育 使大家都认为生物学不就是贝码和历史地理差不多 当然历史地理实际上也要分析的 然后但是他就觉得生物学是贝 然后没有任何的那个智力上的挑战 所以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没法改正 所以如何通过我们在这个暑假里面 把那些想接受挑战的学生 让他们认识到实际上生物学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那也是我们需要完成的 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学生很可能是因为高中贝的以外因 或者他们没有做过真正实验室 很向往科学家的生活 但感觉自己能力不够 那么这方面他们缺少经验 也会影响他们来参加科研活动 而不参加科研活动也就没有办法吸引到我们学院 或者说让他们从事生物学的研究 那么加在一起以后 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在暑假里面开一门课 这门课的第一点就是为了为的是培养科研人才 这是我们目标很明确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们想创造一种不同的科研经历的体验 让他们知道生物学然而然是这样的 是一些很酷的事情 做生物学研究是可以作为一个终身职业的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想通过课程 使学生有一种技能 让他们能够直接去找导师或者课题组长 去说我想进你们实验室 我想做这个课题 所以对于大一毕业的学生来说实际上要求很高 但是我们这几年的实践表明 实际上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最后一件事情是在高中里面 往往你考试是一个人来做的 那么我们创造一个氛围 让三四个同学在一起 莫名不叫莫名其妙 就是在无形中形成了 形成了一种合作的氛围 然后团队意识就产生起来了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实际上是我们的Bios课程 它的缩写是这边 然后相当于电脑里面那块CPU 而不是启动那块芯片 然后它实际上是Biology Intense Orientation Summer 是一个暑假的生物学的训练营 那么我们进行了四年 每年都有五四五十个学生 那么刚刚完成的是 刚刚的八月结束的是第四期 那么因为我要向大家推荐这门课很好 所以我先得把结果告诉大家一下 我们成结果倒下 可以看到的是 至少刚刚毕业的一届学生 它大部分都是 就是说我们学院里面 差不多有八十到一百个学生 里面三分之一人会去做科研 而这三分之一人几乎所有人都参加那个Bios 而在我们学院或者说学校层面 会有一些荣誉学生的称号 都给了那些学生 因为他们不仅仅成绩好 而且做科研 所以一架在一起打分就高了 然后从教学的那个研究上面来说 我们在去年有教学论文发表 今年也有一篇快要出来了 而这边展示给大家看到的这一叠 实际上是2014级毕业的 2014级进来一八届毕业的学生 总结他们当年的经历 然后写出来的感想 他回想这三年 他三年的本科经历 如何因为这一门课程改变了 那个各个方面写不同的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那个教学老师的 启发实际上很大 那么最后一个是实际上 我们去年也在chat会上分享了 而今年继续分享 因为我们分享不同的主题 而我们也刚刚在美国的 iSET会分享了一下 关于如何进行一个技能的评估 而我们那个团队的老师 也即将去丹麦分享一下 如何使用助教来完成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课程实际上 涉及了很多的方面 那么刚才说 大部分的同学去深造了 可以看到我这边 给大家列出来一下 这20多个同学 40里面有20多个 实际上是深造去了 而还有其他的是在国内深造的 那么去海外深造的 可以看到都是知名的学校 都拿到了全额的奖学金 而在我们学员层面上 可以看到那个四五十个学生 第一年是四十个 那么后面是五十个 每一年的学生 每个人参加的自主科研课题 就有那么多 就差不多两个人里面 就一个人敢自己说 我要去做这个课题 自主科研也就是 不依赖研究生和导师的课题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比赛 他们也是主力军获奖 所以实际上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那么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课程过程的照片 然后你会看到 不就是普通实验课吗 大家都在做实验吗 有什么区别 在这个差别 一点都没有看到 都是晃在里面 但可以仔细看一下 首先这里面是没有老师的 其次 助教在里面 混在里面 助教和那个学生的年龄差次 也就两三岁 所以看 加在一起 你是看不到的 那么我现在 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课是怎么一回事情 那么我们这个课 实际上依托的经费 是一个叫谭嘉珍的创新人才飞养基地 有经费来源 然后核心的理念 在这边就是叫 Eclorning和Centification 那么可能主动学习的观念 有些老师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先想把它定义一下 什么叫主动学习 主动学习是相对以往的灌输式的课堂教学来展开的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有一个绿点 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知识渊物的老师 他跟我们 这个也有博士帽在这边 对吧 他跟我们的老师 同学灌输各种知识 那么他可能有八个学生在这 那么知识过来 蓝墨水进来 进了大岛 晃出去了 学生很可能很用心地听 但是可能过了一节课 或者是一两天 知识就流淌掉了 所以最近的十几二十年的研究 告诉我们这个学习方法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有效的学习方式是需要构建管道 让学生和学生之间产生那些通路 结果就是老师换给同学 同学之间把知识点不停地旋转 旋转的结果 那就知识进行了固化 这样的话能有效地提高那个 那么主动学习实际上是贯穿这个思路 本质上是让学生在课堂里面动起来 动起来以后就能够让知识流淌起来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精确的定义 主动学习不是一个学生的学习态度 而是一个课堂里面的操作方式 也就是让学生不仅仅在那边听 而是要动起来 但对于我们的实验课而言 实验课必须要动手 所以主动学习实际上是不存在 在实验课里面有任何的发挥空间的 所以我们在实验课里面采用的 更主要的是一个实验设计方面 就是说我在实验课教他什么的事情 那么我们这边有个网页链接 那么我们汇总起来 实际上专门这个核心的观念 就是启发式的实验教学 那么利用的是要激发一个 它的主动的意识来做这件事情 而我们的BIOS设计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可以看到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暑假的 summer的那个暑假的课程 一共是差不多35天左右 应该可以看到 首先是他们期末考试 一考试完就过来了 然后三天时间集中在一起训练 因为不同的高中实验技能 还是有些差别的 我们想把这点差别补平掉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bootcamp 训练营的方式 把一些基本的技能传授给他 然后可以进入两个大模块 你可以看到这些 实际上生化细胞都开了两次 鱼和鱼也开了两次 植物也开了两次 而我们的小鼠和果银 因为那个动的限制 所以只开了一次 那么对于一个学生而言 他可能参加的是这样一个 也就是说他先进来三天训练了一下 然后进到第一个模块 可能是选了细胞模块 然后又到一个植物 鱼的模块去了一下 那么在整个过程中 无论是前面的三天 还是后面的十五天 都是强调一个authentic的research 也就是他这个主动的 而不是是一个赋予自主权的 那个实验的经历过程 也就是说这些实验都是你的 然后你要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好它 这是怎么安排这些事情呢 首先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周的安排 这个周的安排里面有有讨论环节 这是蓝颜色的部分 那也有实验的环节 然后还有一些做report做proposal 然后中间中间基本上是没有休息的 然后实际上我们写的是八点到五点 但往往是要到晚上八点的 然后这是一周 然后对同学而言他实际上是连续干那个十五天 可以看到在第一次课程的时候 第七天的时候是没有休息的 他这是一到十五弄下来 那个太累了 所以我们在第二次到第四次课程都中间设了个休息 但你可以看到也是不同颜色 穿插各种模块整合在一起 那么因为我要详细的展开 所以我就跳过这个页面了 那因为我们一开始有明确的目标 就是我们想通过这个课程来培养一些做科研的学生 做生物学科研的学生 所以教学目标是很明确的 那么我们在开始教学之前 首先是要明确学生已经掌握了什么 我们做的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基线测试 就是你会什么实验机呢 这在我们第一天的三天的那个Foot Camp里面就那个了 而且我们在这个课程设计的时候 还做了一些匿名的调研 对不同年级的本科生说 你一开始进来会什么 然后专业课的实验课又教会了什么 通过一系列调研以后 我们基本掌握了本科是哪些会哪些不会 所以这是基于实验的 基于学生的那个本来的能力设计的课程 第二个是在Foot Camp的时候 助教会及时注意每个学生的表现 从而对我们的有些目标进行一些调整 但实际上这几年发现这个调整不需要 大家我们要求的能力真很低 我们对学生的要求 实际上只要你对升学感兴趣 不需要你有任何前面的那个实验室经历 因为前三天会帮你补上这一点 那这样的话我再给一个具体例子 比如说这个刚才是个课程目标 现在是一个细化的一个实验的模块的目标 比如说在细胞模块里面有个实验 叫细胞转染实验 那么刚才是课程目标很明确 那么对于每一节课的目标也是需要很明确 那么对于这个细胞转染实验的目标 你可以看到是他需要明白原理 需要掌握操作 还需要有一个能力 这是依次递进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设计的时候 也是需要一些依次递进完成的 然后我们就包括了预期介绍和讨论 这个好像和平常的实验差不多 但是我该跟你分解开来 对于细胞转染实验而言 首先是要有个原理 然后原理完了会有讨论 讨论完了以后会有个结果 那么我们对细胞转染的原理来进行一次 一般来说做一个实验教学的时候 说什么原理 就说你要做这个实验原理是什么 书上有拿过来翻一翻 能做得好的老师会把那些问题整理一下 让你摘书 然后整理一下 超好就很了 但我们的事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问题来引导我们的教学设计 也就是说一开始要想原理 实际上我们要问你 那么对于我们刚才的细胞转染实验的引入 实际上是这样来引入的 首先我们说 你应该是感兴趣一个蛋白质的定位 那么你要感兴趣这个蛋白质的定位以后 一般同学都知道有抗体 但我们说因为它表达量太低了 没有抗体怎么办 那么同学就会讨论 讨论几分钟以后得出个结论 我说要更多的蛋白 那么如何表达更多的蛋白就到第二步 然后足够准备DNA到第三步 这些问题是依次串联设计好的 在这个过程中 同学之间通过讨论 就应该能够把这些问题引发出来 而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 我们使用这个白板的方式 也就是他们把讨论的结果写在板上 然后黑颜色的是一边 他们一开始讨论的 红颜色的是后面一边 而这张图展示的并不是这一格的讨论结果 而是他们一次失败的实验之后 一次失败的实验之后 我们说失败的原因在哪 你想怎么改进 那么他讨论是在说 我准备在这几步改进 所以我们引出教学内容或实验内容的时候 都是通过讨论来导出的 而并不是一开始我告诉你 你做一二三来做的 所以这件事情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们定义为它是一个自主设计实验的过程 而自主引出我要做这件实验事情的原因的过程 第二步是就是说 你要做这个实验是怎么来做 这个实际上也是他们讨论的 因为他们讨论了以后 很可能会知道我要 刚才已经说了 我需要DNA放到细胞里面去 那么他接下来就说 我DNA放细胞可能要去试剂 那么你能不能把这些试剂给我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就是讨论以后 他会提供一些东西 我们老师会准备 然后各种组合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们同时会有一些标准样 因为DNA在整个课程过程中间 是来自于他们之前的实验 那么万一他之前实验做坏掉了 现在这个不是做不出来了吗 所以会需要一些标准的样品 在那边制备着的 而因为这个整个过程 先是他们想要做这个实验 接下去怎么做实验 也是讨论完了 当然具体的时候 老师会需要有一些调整 确保他能够至少做出一点点 只要有一点点 后面才能优化嘛 第三个就是因为 他是自己想做这个实验 他有可能有些同学会想去百度 会去搜网络 但是我们会禁止这件事情 确保他一开始都是自己想出来了 那么因为这样的实验 得到的结果肯定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希望这件事发生 因为我们接下去在实验环节里面 就设计了一个叫二次探索 也就是说你做了一些实验以后 后面继续探索 我们要给你这个那个 是通过这样的话 一方面的实验操作的技能 通过重复得到加强 而且我们说你肯定会有第二次机会 肯定有第三次机会 他才能在第一次机会的时候 放心大胆的去试 而且这个就涉及了一个评价体系 一个是一个形成性的评价 一个是总结的评价 我们告诉你们 你第一次的评价成果 只是说你讨论的好不好 做坏了没有关系 只要你讨论全面了 对照做出来了就可以了 而后面是说你操作的 对不对有没有细胞转染上面 然后通过这个实验体系以后 你就会觉得 哎呀老师好累啊 又要准备这么多试剂 还要注意这些很多细节 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实验的 那个部分的评价 并不是完全有教师来的 而实际上教师根本都不参加的 而是由助教来完成的 那么在那个实验 就是过程中的评价的时候 实际上有两方面 就是说我做这个实验 哪几步需要评价 第二部分是 哪些部分来怎么评价 而且我们助教师 一个模块 十个学生会配两个助教 而两个助教评价的时候 不会因为一个和颜面扇 一个很凶巴巴的 给出的分布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平衡自己 做这件事情 所以一开始老师 就会比较累一点 教师需要确定一个 细致明确 没有其一的评价系统 那么这样的评价系统 实际上就是一张打分表 打分表这边给出了一个例子 还是刚才的细胞转染实验 可以看到 当然是英文的 英文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希望 他们以后做科研 所有的科研论文 你的实验步骤 都是英文的 所以我们就 开始就想让他们 养成的习惯 那么这边就会说 你细胞密度怎么样 你是不是有把容器 合适的配好了 你接下来去标记细胞怎么样 细胞有没有污染 多少被转染上了 每一步都会有不同的分数 而助教在拿到这张打分表以后 只要他研究生 有过本科生实验经理 就能够得出确定的分数 而不会有偏差 这样助教之间的打分 也被平衡掉了 那么我来给一个具体例子 这实际上是一个 对技能的打分 对技能打分 我给出的具体的例子 实际上是以细菌 养细菌来 那个一般养细菌来说 你可以看到这边分为三步 首先我们把培养机配好 对吧 然后我们把细菌放上去 不能有污染 然后就摇就行了 那么对于配养 配养机这步 实际上是把各种粉放在一起 水加到一定 加到一定体积 然后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边实际上是 第一步配养机 分成了一二三四步操作 而对这四步操作 我们又把它拆分成了 你完成还是不完成这件事情 那么每一步事情 就会有不同的分数 这样的话 你细化了打分标以后 第一一开始是很累的 但是做完这件事情以后 助教拿到学习完以后 就能打分了 老师实际上是空下来的 那么一个具体例子 就是这个例子 我们说我们要多次机会 多次机会的原因 会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你可以看到是 对于4A这一步 第一次实验 第二次实验 第三次实验 大家都做得很正确 因为我要做细菌培养 要找超进台 一看超进台 走错超进台 肯定不会发生 所以大家都是百分百正确了 而第二步是说 到超进台以后 你现在做一个预处理的灭菌 那么一开始同学是没有的 后面做了就上来了 而第三步 我们除了紫外线照射美菌以外 还要用酒精擦一下 这些实验的细化的步骤 当你告诉他 这些打分表不仅仅是助教用的 而且在做这个实验之前 也是给了学生的 学生一开始可能不懂 但是做了一次以后 肯定就懂 后面就记在心里面 我们又通过不断的重复 让他深化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 是一个自我学习和完善的过程 而你通过打分表 通过这些所有的操纵 让他就完成了这件事情 那么小接下来 我跟大家刚才分享的 暑假集中课程的核心点 首先我们是有个重复实验的 那么对于不同的模块而言 我们实际上是设置了不同的目标的 那么刚才介绍的细胞模块的目标 就包括了如何自己把那个实验配方给做好 如何设好对照组 然后需要有个批判性的思维 因为我们在细胞模块里面 老是会把破坏 会把坏的事迹给你 会把不能work的那个实验的那个步骤给你 那么你需要把它提出出来 所以这个在一开始有的 刚才举的例子 是围绕细胞 细胞模块展开的 我们实际上是六个模块 每个模块会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 有所特长 然后在细胞模块里面 刚才提到了这几个方面 而实际上需要的准备工作 可以看到是很多很多的文档 而这些文档在一开始写好以后 你每一年只要做小量的调整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个课实际上是有六位 有六个模块 十个老师在那开设 而我在展示的时候 一般会把助教放上来 可以看到第一年我们的助教是不够的 后面的时候我们就加讲了助教 在加多了助教以后 有些助教不是很用心 所以我们就采用了优秀助教的方式 让学生来比哪个助教做得好 那么通过这种互动的机制以后 助教也很积极 反正加在一起 我小结一下刚才和大家分享的 因为时间差不多 首先我们实际上 不能从老师和学生来说 让大家来做生物学的科学研究都是一个比较有挑战的话题 现在而我们通过明确我们的Bios课程目标 就是为了培养今后做科学的学生 从而在所有的设计和所有的步骤上都围绕这个目标 那么我们课程的设计实际上是全方位的 需要考量学生的基础 需要给学生多次机会 而且需要让助教之间的打分都一样 然后把打分表制定的很详细 让学生能够把打分表当成一个指南 来指导自己的学习过程 在这个实验设计过程中间 我们的引入问题 然后我们的多次参索 全面评价都是以往的传统的实验教学中 没有的 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样的实验课程 实际上是构建一个教师助教学生的共同体 教师通过学生知道学生要什么 而助教和学生互动 因为助教有可能以后也成为将来的教师 而学生激励助教 有时候学生很好问我们的本科生 助教会感觉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问题 我应该想到这些问题 所以助教有点成长 那当然学生是不用谈了 那么加在一起 实际上我们就是把主动学习的理念 在实验教学中用上去 而且是用科学研究的思路来 很早的在大一的时候就教那些学生 然后这件事情我们是2014年开始的 那个时候那个Justin是另外一个作者 他实际上跟我们来科普 那个Scientific Teaching 他给了一篇文章 就是2004年的Science的文章 我们想要文晚了 晚了国际十年 幸好差距不是很大 因为在2014年PNS文章 出来一个如何从Active Learning 来提高那个课堂的 也就是理论课堂的那个关注度 而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在我列的一系列列表里面 在2015年Nature上面 还在呼吁Scientific Teaching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实际上 科学家是没有意识到的 科学家会认为传统的教学 就能够很好地把科研人才 培养出来了 但实际上我们的实践表明 这并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进行的实践 实际上会有这些文章 而我的那个照片也放在那上面了 然后时间应该是20分钟了 有没有问题 蔡老师用20分钟把他一个自己弄过的一个课堂 怎么去提高学生的Active Learning 就是自学主动学习 这个很重要 另外就是研究的兴趣 在我们中文大学每个本科课堂 每个学生都要在四年里头完成这个研究 因为我们觉得研究的难以经验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这个是很更 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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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觉得它好的都是 它把整个概念 从学习、目标、结果 都很清楚地跟大家解释 好问题 Match Match Match